近日,负责统筹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全公开表示,首批新冠疫苗预计下月到港,预计农历新年或之后就可开始为市民接种。 聂德全指出,疫苗接种途径约有四种,分别是在社区设立疫苗接种中心、港府派员到安老院,在私人医院及私人诊所,或由香港医管局的医院诊所与卫生署门诊提供相关服务。 有医生工会预估,此次约有1000名私人医生参与接种计划。 日前,香港工会联合会工人医疗所医务行政总监黄德祥在接受中心设计者采访时表示,私人医院与诊所的加入将大大提高疫苗在港接种数量和效率。 如果我们各个私家医生,我们工人诊所或其他非政府机构的诊所一起去打针, 我相信会比其他国家的接种率是好多和时间是不需要那么长的。 黄德祥表示,过去多年,他所在的医疗所每年都会为市民接种流感疫苗, 因此医疗人员具备较丰富的疫苗接种经验。 但考虑到此次到港的多种新冠疫苗各有其不同的储存方法和前期准备。 例如,德国药厂Biontech疫苗需储存于零下70摄氏度环境, 在2-8摄氏度的环境中只能保存数日,且休市后要在数小时内使用完。 因此,他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提前公布详细的接种计划和信息, 为部分参与计划的非公营诊所留出足够的准备时间。 如果打针,其实我们私家医生、私家护士打惯了, 其实也没有难度, 不过我们是想知道每一种疫苗的预备功夫点、 柱床点应该怎样去打, 那是需要将来政府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 暂时我们在等政府讲一些详细的消息给我们听, 变成我们可以配合, 怎样令到这疫苗是不用失效, 又好快地帮市民去接种疫苗。 黄德祥表示, 未来在疫苗接种过程中的防疫工作仍然重要, 医疗所将对前来接种的民众进行提前登记和分流, 错峰完成疫苗接种工作。 另外,他也强调此次政府购买的疫苗剂量足够, 呼吁市民无需太过紧张, 避免扎堆接种、交叉感染。 因为我们怕太多人一起来打针, 怕不知谁是带菌无症作者, 我们真的需要将他们分流去排期, 有秩序来打针, 就变成不用很短时间, 很多人一起集中一个小的地方, 那个交叉感染的机会很高, 最重要是让市民有信心, 就是说我们针是够的, 不用紧张, 我们会很短时间帮大家注射疫苗, 变成病人、会员、居民都不需要太过紧张, 要第一时间有针, 立刻涌出来诊息打针, 不是这样。